好的 我们谢谢君凯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令吉马台风 不仅是清洗北台湾 其实全台湾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 像是屏东小琉球 已经出现了三公尺高的大浪 搭乘这个船的时候 简直就是在玩碰碰车一样 乘风不浪 造成不少的民众严重的晕船呕吐 那么上午 东港往小琉球的船班 立即公告八点半停驶 而小琉球往东港则是九点钟停驶 那么就在宣布的这段期间 也出现了大批的游客 抢搭船的情况 因为不只是这一天 公司船公司也都是宣布 隔天也要全面停驶 船畅内传出旅客的尖叫声 有人立即拿手机拍下惊恐瞬间 不过没几秒又有大浪 大家叫的一次比一次还要大声 这都因为受到令吉马强台的影响 外环流造成南台湾 东港到小琉球的风浪增强 大浪超过三公尺以上 船班公司立即公告停驶消息 你不是要过去上班吗 他就是要请假的 先是东港往小琉球船班 宣布八点半停驶 接下来小琉球往东港也在九点停驶 为了赶最后船班 港口出现大批旅客抢搭 出现抢搭潮 不仅为了最后船班 东流线公司迎船公司 随后也宣布隔日要全面停航 并且要一直到八月十一号 才会是海上决定是否复航 这回立起码台风来袭 全台湾交通都受到影响 解数十位评论报道